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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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语间多刻薄 然弟弟不以为意 仍然敬着兄长 刘子亨由此得了个弟弟虽然不学无术 却最喜脉弄大度的结论 刻意疏远 好好地亲兄弟 随着年龄渐长 竟是兵叹不同弃 寒暑不坚实 兄弟二人话不投机 弟弟献到哥哥仍行右弟之礼 哥哥勉强回之 如此 兄弟二人渐渐长大 刘子亨常成了翩翩儒雅公子 刘子成则成为了乡里间有名的豪爽之人 完婚日子成送喜 刘子亨不喜弟弟所作所为 不喜他结交哪些朋友 认为都是些狐朋狗友 但这并不代表他跟弟弟有仇 事实上 他这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态度 刘子成在内心深处从来不曾讨厌过哥哥 他不喜读书 却非常聪明 知道哥哥是想让自己以后能过得好一些 虽然哥哥只打算对他来说是折磨 但他对哥哥半点恨意也没有 这一天 父母破天荒将兄弟二人叫之一起 家里有重要知识需要商议 之所以要商议 就是讨论刘子亨娶妻之事 按道理说 刘子亨已经二十岁 刘子成也已经十八岁 兄弟二人据都过了婚配之年 家里家境也不错 为何会迟迟不娶呢 主要原因在刘子亨身上 他想读书有成再成婚 万一早早成婚 以后后悔了 可怎么办 兄长不娶 当弟弟的如何能后来居上 所以弟弟也不能娶 如此 刘家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儿媳 父母着急 与劝刘子亨放弃执念 许期后也并不影响读书 为师母要如此折磨这个家呢 刘子亨对父母所说不畏所动 刘子成叹了口气 哎 父母日一年迈 也并未指望胸长高官厚禄 人们说不孝有三 无厚未大 兄长何必陷入此执念中不愿出来 父母所说 刘子亨尚能忍耐 弟弟也来说 他自然不听 斜眼看着弟弟 他冷哼一声 哟 咱们子成言语间竟也咬文嚼字 这是平日里跟人花天酒地时偷偷读书了 读的什么可否跟兄长说说 偷到精 赌伯父 刘子亨对弟弟说话竟如此刻薄 刘子成无所谓 脸上仍然全是笑容 可父亲皱眉不喜 岂有此理 他是你弟弟 况且言语并未出格 你仗着读过书便能如此刻薄 书中圣贤道理 你又学了几成 你不成婚 子成便不能成婚 你有执念 却完全不顾及别人 又怎有半分胸长的样子 刘子亨被父亲说得面红耳赤 思索半天后对着父母说道 如此 全凭爹娘做主编事了 这便算是他答应了 除了他 剩下的人都非常高兴 刘母常常出了一口气 两个儿子都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 从来不曾厚此薄彼 虽然性格不同 但各有优点 如今儿子同意成婚 当娘的欢喜莫名 欲要全家共同吃饭 不料刘子亨直接起身 说自己尚需读书 就此而去 刘子成也一脸笑容 说自己约了朋友饮酒 这便要出去 两个儿子相继离开 老两口相对 唯有苦笑 刘子成不读书便有大把的时间 这些时间 他干嘛了 真如哥哥刘子亨所说 实行偷窃之事 是染上了赌博恶习 都没有 刘子成绝了门手艺 他热爱木客 几年前 他跟朋友外出玩耍时帮过一个老汉 老汉惠木雕 正好他也喜欢 便跟着老汉学 如今手艺已然得逞 刻出来的东西栩栩如生 但他并不知道能不能以此卫生 只是当成个爱好 父亲常说 玩物会丧志 他觉得自己这是在玩耍 也不敢跟父亲说 每次都偷偷去 他出门直奔老汉家中 老汉觉得他人可以 对自己也好 所以要送他一样东西 此物是一块铜镜 镜面光滑见人 周边刻画着一圈不知名的符纹 上面还带着一根皮绳 虽然普通 却沉重异常 此镜有何奇特之处 听他如此说 老汉笑了 寻常铜镜 只是以前师父传于我的 看你不错 送给你了 他听后面色严肃 之前一直没拜师 此时既然老汉将铜镜送给自己 他磕头行笔 算是认了师父 李毕他将皮绳套在自己脖子上 铜镜射进衣服里便开始埋头磕东西 他要磕出一些喜来 哥哥答应成婚 不用多久便会完婚 自己磕这些喜便会派上用场 到时候也让哥哥看一下 自己并不是不学无术 他磕得认真 老汉看着他频频点头 似乎非常满意 事实的血如刘子成所想 刘子亨点头 母亲放出话去 很快便有不少罚客人上门作罚 最终定下了一位张姓姑娘 姑娘名唤张雪莹 也是自小读书 知书达理 刘家非常满意 一直不想娶妻的刘子亨本人 也非常满意 如此大婚得逞 刘子亨迎娶张雪莹 那时候的成婚之礼 已经非常繁复 仅是聘礼便有几十样 但都是许其寓意之喜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这也是沉重负担 然而刘家多年积蓄 就是等待如今 这难不住他们 成婚日 刘子诚拿出自己所刻之喜 惹得家人惊艳不已 但他不说是自己所刻 只说在外面买来送于兄长 家里人谁也不会想到是他刻的 因为大家都认为 他现在仍然满心太盛 根本不可能学到任何手艺 他本人也不做解释 乐得不让家里人知道 怕父亲说自己万物丧志 顺利成婚的刘子亨至此再不是一个人 而刘子诚也有了一位嫂子 便是这张雪莹 刘子亨对弟弟没有任何好感 按道理说 夫娼夫遂 张雪莹也该对刘子诚极尽讨厌 可是张雪莹不 她对刘子诚带着重长扫如母的关心 也不认为刘子诚身上全是缺点 有她在中间 兄弟二人关系缓和不少 因为刘子亨欲要对弟弟说刻不话时 张雪莹便能反驳回去 你说想引经据典 人家张雪莹也可以以己反驳 毕竟自小读书 且人非常聪慧 刘父刘母对张雪莹非常满意 认为儿子有福气 竟娶到如此娴熟妻子 也算是刘家有福 刘子诚对于嫂子也恭敬非常 因为有了张雪莹的到来 这个家竟比以前和睦了不少 但谁也不会想到 兄弟二人会因为一件平常之事 闹出巨大矛盾 甚至差点反目成仇 乱圣一兄弟反目 刘子亨梦春日成婚 眨眼间已近一年 过了年后 眼看春色便要到来 这在乡里间是个盛大节日 乡亲们早早准备了一应物品 准备对土地进行感谢 这些物品中有肉 一旦用完 可以将这些肉分而食之 而谁来分这些肉有讲究 须是大家都认为公平之人 而且大家也认可此人德性 确定他不会因为远近亲疏 而厚此薄笔 历史中 韩信在乡里间分过 李斯也充当过如此角色 刘子诚已经连续两年 被大家推举未分肉之人 可见他平时在乡里间名声还不错 深得大家信任 既然大家高看自己 自己便要负起相应的责任 刘子诚非常重视 但是早早就开始忙活 由于不是一天 所以物品多存放起来 待节日过去方可分发 但这一年 从开始准备便有肉食丢失 这是了不得的事 此肉重要 抛开肉的本身价值不说 因为作用不凡 更显得与众不同 亡日里 可莫人敢偷此物 因为这涉及到方方面面 被人逮住 会颜面尽失 就算不被带住 这本是给节日使用之物 自己切而食之 如何能够心安 故 一直都没有发生过丢失事件 今年屡屡丢失 惹得里间人人不满 同时 大家也非常愤怒 纷纷猜测是何人所为 竟如此胆大包天 刘子亨夜间常常读书至深夜 有时候甚至是彻夜苦读 这一天 他读到半夜试出来小姐 突然听到门外似乎有人在嘀咕 捏手捏脚过去 趴在门边一听 竟听出是弟弟刘子诚在和别人交谈 此肉万万不能让父母以及兄长知道 怕他们会生气 听了外面刘子诚的话 刘子亨感觉惊讶 什么肉 为什么不能让父母及自己知道 这时候 有别人声音传来 好的子诚兄 咱们谁也不说 又怎么会有别人知道呢 外面的人告别 刘子亨赶紧躲至院中黑暗角落 院门被打开 弟弟刘子诚走了进来 手中提着一块肉 鬼鬼祟祟进入了他自己的房间 刘子亨目瞪口袋 李坚之事 他从来不热衷 因为他本不是那重喜欢凑热闹之人 弟弟被人推举未分肉之人 这对于刘子亨来说也是脸上有光之事 虽然不喜弟弟每日玩耍 可能被李坚人信任 这也算是一种了不得的本事 刘子亨不得不承认 自己便没有如此本事 只是他不在弟弟面前夸罢了 今天发生肉丢失事件 大家都在愤怒中猜测是何人所为 刘子亨再怎么讨厌自己的弟弟 也不会认为弟弟会偷东西 这点他还是对弟弟有信心的 可现在他看到弟弟跟着别人 半夜鬼鬼祟祟分肉 而且他们的交谈还颇为诡异 什么不要让父母和兄长知道 知道了就会生气 这岂不说明弟弟火通他们偷窃了肉食 这还了得啊 如果被别人知道 弟弟名声会毁于一旦 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弟弟跳丝火坑 想到此处 他就准备拍弟弟房门 但又想到了什么 站在原地思考一阵 他没有拍向房门 而是又回了自己的书房 在书房窟坐至天亮 天亮后 刘子亨站在了弟弟门前 两眼直勾勾望着房门 只等弟弟打开 父母不是懒惰之人 张雪莹同样也不是懒惰之人 他们起床后 发现刘子亨站在刘子成门前 两眼直勾勾 脸上带有怒火 大家都不解 不明白刘子成又是什么地方 惹到了哥哥 正在此时 刘子成打开房门 手中提着一个包袱 欲要出门 突然见到哥哥 站在门前不远处 还有父母及嫂子 他手中的包袱 本能享受起来 但已经来不及 只好脸上堆笑 问哥哥有什么事 刘子亨冷笑一声 指着他包袱问里面 装着什么东西 此时又欲要去向何处 刘子成想了想 说包袱中装着的是玩物 自己要出门找朋友玩耍 刘子亨当然不会相信 父母觉得不解 张雪莹跟刘子亨生活近一年 多少也了解他的性格 此时见他面色不善 怕兄弟二人因此争吵起来 就赶紧拉着刘子亨一袖 欲要把他拽回房间 不料刘子亨将他只手甩掉 大步走向刘子成 说他是盗肉之人 父母大吃一惊 刘雪莹也吓坏了 如此罪名 可不敢向叔叔投上案 被别人知道了 小叔以后无法做人 刘子亨也不给刘子成解释的事件 伸手夺过包袱抖开 一块肉从里面掉了出来 张雪莹一看就傻在当场 他往日里总是帮着小叔 怕兄弟二人闹出不可开交的矛盾 现在他却不敢说什么 因为当场抖出肉来 他也怀疑丢肉是弟弟所谓 他偷窃这些肉干什么 家里缺他吃的吗 父母也傻站在当场 特别是母亲 两手微微颤抖 小儿子自小蓝烈 当娘的知道他性格 但这种偷肉之事发生在儿子身上 妇人气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刘子成现世已至此 自己再不解释 只怕父母和哥嫂都会把自己当成偷肉之贼 李坚相亲知道了 也会如此认为 爹 娘 你们休要生气 此不是儿子所偷 是儿子买来的肉 欲要 可他的话上莫说完 刘子亨就指着他打断 住嘴 闭嘴 你平日里顽利也道罢了 可李坚相亲信你 让你分肉 你竟坚守自道 这是男儿所谓吗 事到如今 还与狡辩 你就不觉得羞耻 刘子成感觉被冤枉 自己欲要解释 可胸肠还不听 而且他也着急出门 如此被阻拦 他也有些恼怒 哥哥 你平日对弟弟多有刻薄之语 知道弟弟为何从不还口吗 那是因为你乃兄长 弟弟不读书 可也知道胸肠伟大的道理 可你对弟弟究竟有多么不信任 此成在你心中竟如此不堪 家中是缺吃还是少穿 用得着去切肉吗 刘子亨不畏所动 一口咬定兄弟偷了肉 如果再不承认 他便要告诉乡李经的乡亲 刘子成大吼 我要解释 你不听 非让我承认是偷窃之物 此肉是弟弟买来送给师父的 你完婚时 那些木雕喜画便是弟弟所刻 这下你满意了吧 能不能让我走 刘子亨差点气笑 就你 还木刻 你能做下刻东西 还师父 你和失败了师父 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见大家仍然不相信 刘子成无奈 只好让他们跟自己走 刘子亨虽然最终同意跟他出去 但话说的明白 假如弟弟无法自圆其说 他就会将弟弟所谓讲出去 目的是给弟弟一个教训 让他从此走上正道 张雪莹深深叹气 知道小叔刘子成这次也非常生气 可究竟是不是偷来的肉 还需要证明 而且刘子成所说 他本人也不太相信 大家跟着刘子成出门 刘子成首先去了屠夫家里 屠夫看着他笑 说他昨天买了肉 今天为何又来 此目的是为了告诉大家 他昨天的却买了肉 从屠夫家出来 他又带着人直奔老汉家 原来今天是木雕老汉生日 他在屠夫处买肉 是为了给老汉过生日 但他又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学木雕之事 这才会告诉朋友 不要让自己父母和兄长知道 到了老汉家里 老汉接过肉鞭热情去做 刘子成看向父母和刘子亨 刘子亨脸上轻一阵白一阵 突然跺脚 此仍然不能证明你莫偷肉 除非你抓到真正的偷肉之贼 这就是耍无赖了 别说父母 就连张雪莹都感觉脸红 既然冤枉了弟弟 被证实是自己错了 直接给弟弟道歉变形 却又扯出别的事 这不是耍无赖是什么 刘子成气的点头 好 我便给你抓住偷肉之贼 只是为了使你明白 弟弟不是那等阿扎之人 他说完便大步离去 父母面面相去 全都是无奈 亲兄弟二人 闹成这样 成何体同 夜深使子成救人 刘子成极为愤怒 但片刻后 他又醒悟过来 哥哥为何要如此对自己 是跟自己有仇吗 并不是 他是怕自己走上歪路 所以才会如此约束自己 他实时为自己好 想到此处 他竟不再恼怒 只是这偷肉之贼 仍然需要抓住 否则哥哥还是不相信自己 如何抓偷肉之贼 只能守着 守猪带兔 固然不是上上之法 但贼在暗处 人都在明处 如不苦守 怕是抓不到贼 他也下了决心 干脆守着肉屎 如若小贼再不行窃到还罢了 只要再偷 自己定能抓到 如此决心之下 他夜间不准被睡觉 两眼直直盯着放置物品的暗季 一夜时间僵过 并没有贼来行窃 他只守一夜 不觉眼皮沉重 昏昏欲睡之时 突然听到响动 睁眼一看 现一条黑狗鬼鬼祟祟出现 黑狗到了暗季之前 深嘴叼了一块肉便自离开而去 刘子诚看的目瞪口袋 丢肉后 大家都猜测是人所为 谁能想到 头肉的竟是一条黑狗 而且 这黑狗他也熟悉 就是李坚某户人家所养 事情明了 他再不等待 回到家中叫起哥哥 又叫了李坚树人 直奔黑狗主家而去 主家无论如何 也不相信自己家黑狗会偷做肉 可当大家到了黑狗睡觉之地后 发现他嘴边上有肉残留 窝里也有肉碎屑 如此便证明了的却是黑狗所偷 主家怒恼异常 伸脚去踢黑狗 黑狗撒腿便跑 相比起主家 刘子亨更加凶脑 自己说是弟弟偷肉 可现在证明自己完完全全错了 都是这条黑狗惹祸 如若不然 自己怎么会冤枉弟弟 所以 他不打算放过这条黑狗 后面追着黑狗而去 刘子成见状 怕哥哥被黑狗所伤 也赶紧跟了上去 黑狗前面跑 刘子亨后面追 拿着棍子不依不饶 打得黑狗到处乱窜 汪汪直叫 刘子成伸手抱住了哥哥 哥哥 你何必跟调狗过不去 他偷实是因为恶 现在证实 不是人偷窃便行 他若被惹脑 反咬到你 岂不是白白受伤 刘子亨被弟弟劝说回家 想道歉 又拉不下脸 刘子成也不指望哥哥向自己道歉 他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之人 再说了 如果他死死追着不放 倒显得自己小气 还让哥哥下不来台 他不会做如此愚蠢之事 黑狗算是倒了大霉 不仅被刘子亨通打一顿 回家后又被主家通打 呜呜叫着跑出去 也不知道藏在了何处 按道理说 这事就算过去了 可是 刘子成也间仍然莫会加水 主要是 他怕被打的黑狗再来偷肉 到了半夜 他听到外面传出响动 一位是黑狗又来 可外面只有响动 却并没有黑狗进来 他悄悄到了门边向外看 赫然发现 响动果然是黑狗发出来的 黑狗发出响动 不过并不是要进来偷肉 他在用嘴咬一根竹子 将竹子咬断后 闲在嘴里开始向前奔跑 这黑狗半夜咬一根竹子 要干嘛 刘子成感觉奇怪 悄悄在后面跟了上去 越跟越是摸不着头脑 因为黑狗所具方向 正是他的家中 黑狗到了刘家门前 转了一圈后 竟咬着竹子 窜上墙头低矮处 越墙进入家中 刘子成出了一身冷汗 此狗形式诡异 进入自己家中境遇何位 他在后面跟着 见黑狗到了哥哥房间门口 用嘴咬着竹子 将竹子一头伸进门缝隙中 用力上翘 里面的门栓被拨开 门打开一条缝隙 他又咬着竹子 从缝隙里钻入房中 刘子成看的目瞪口袋 仅仅是片刻后 黑狗又咬着竹子 从房中出来 重返老路 从墙上跃墙而出 今天非得知道 这黑狗要干什么 黑狗跑到里外 找了片空地 开始将竹子放于地上 然后向地下挖袍 边挖袍还用竹子比对 过了一个时辰 黑狗挖出一个长形地坑 他在坑边转了两圈后 丢下竹子又跑回里中 刘子成此时似乎明白了 黑狗想干嘛 全身冷汗直冒 又跟着黑狗回去 就见黑狗再次进入家中 这时候 刘子成已经决定 真相是 这黑狗恼怒哥哥追着他打 所以他咬了根竹子 丈量了凶嫂 然后跑外面挖了个坑 他挖坑是为了乡里面埋人 他要让哥哥和嫂子死 这条黑狗真是凶恶 而且激丑 眼看黑狗又进入哥嫂房间 他手上也没有衬手的东西 蒙想起师父交给自己的 那枚沉中铜锦 他从脖子中摘下来 对着黑狗脑袋猛扔过去 同里嘴里大喝 哥哥嫂嫂速速醒来 黑狗欲行报复之事 喊过后 他又转身拿了家中摆寺 跟着黑狗进房 对着黑狗脑袋重重一击 黑狗惨叫一声 跑出房间 眨眼间便不见了踪影 里面的刘子亨被惊醒 家中父母也被惊醒 见黑狗窜出家去 又见他握着东西 都茫然不解 刘子成将铜镜捡起 又挂回脖子中 这才把黑狗所谓说了一遍 父母和哥嫂都不敢相信他所说 他带着人到了坑边查看 众人都惊呆了 特别是刘子亨盯着坑望了许久后 转头看弟弟 他走向弟弟 伸手拿出弟弟脖子中所挂铜镜 照着自己的脸 由于天黑 只看到一片模糊 他指着铜镜中说道 你不是人 刘子成大惊 不明白哥哥为何这样说 刘子亨将铜镜还给他后 手拉着的手认真说道 此镜照出了哥哥心中的狭隘 也照出了哥哥牙字必报的小气 黑狗偷食乃是天性 可我却得理不饶人 苦苦追着他打 导致他怀恨在心 其实不过是为了掩饰我自己的错 结果黑狗净生出了杀人之心 如果不是弟弟 今晚哥哥命将休矣 弟弟懂得做人道理 哥哥错了 并且以后会改之 望弟弟原谅 众人是人 刘子成紧紧握着哥哥之手 哥哥不用道歉 弟弟不记恨哥哥 弟弟所谓惹哥哥不喜 哥哥才会多次教训 弟弟懂得 父母和张雪莹拍手叫好 兄弟二人携手而归 众归于好 之后一年 刘子成成婚 后三年 刘子哼考而不忠 遂回家 兄弟周里之间和睦 一家人平安幸福生活到老 黑嫂说 人性格多样 几乎没有相同性格之人 就算是亲兄弟也不同 比如刘子亨和刘子成两兄弟 刘子亨读书 他当然懂不少道理 同样也想让弟弟读书 奈何弟弟不喜读书 这让他无奈又讨厌 常常教训弟弟 刘子成性格豪爽 对哥哥所谓也理解 故不记恨哥哥 然而刘子亨心眼有些小 对弟弟所谓不理解 认为弟弟以会行偷窃之事 完全冤枉了弟弟 如此小心眼 使他的理不饶人 无理缠三分 迁路于黑狗 痛打不休 黑狗记恨 净升起了丈量 并且挖坑埋人之心 幸好刘子成状见救了凶嫂 才没有酿成大祸 刘子亨由此悔悟 也算是好事一件 故事中的同静庸处 其实是为了赵新 葛洪在 抱谱子 忠言 世上万物酒恋成精者 都有本事 假托人行以迷惑人 唯不能亦尽忠真行 但静之作用 除了正义观 还要正人心 人心一旦陷入执念之中 可怕程度无法言喻 人表面容易掩饰 为内心不可欺瞒 闻中黑狗 有时候也是人心 您觉得呢?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小蛇如黄娶美女 到手露出真面目 吃喝嫖赌 抽制家破人亡 三十年代 河北省苍州府 有个叫崔万发的人 他自幼不务正业 但有一手玩水技能 水深淹不住 急流冲不倒 除此之外 没有遭人喜欢的地方 成人后当兵 在一次与敌军作战中 偷偷跑掉流落他乡 回家后 在家闲有 手不能提拦 肩不能担担 且嫖赌偷俱全 二十四岁 又染上了大烟瘾 街坊上的正经人 看他都以白眼相识 在家昏不下去了 他便随着跑关东谋生的人群 来到吉林新站北买了一间破坊住下 然后在一家饭店当跑摊的 开始时 干得老好了 店内店外 打扫得浅浅浅浅 对待客人先笑后说话 点烟倒茶 人没到话先道 凡是进店的顾客 凭着的三寸不烂的舌头 准能留住 吉林北山庙宇如林 那年四月十八庙会 他想 今天山上人必定很多 何不去凑凑热闹 便跟老板前一天嫁去了 到山上一看 娘娘庙的香火最盛 而且烧香磕头的 多是老太太 少奶奶和小姐啥的 崔万发心生歹意 也假装正经的 挤进了娘娘庙 进了庙门 见那些善男戏女 都团团跪在神像的周围 低头磨倒 崔万发在大厅里 茫然发现 跪向的人群中 有一个姑娘 长得光彩照人 崔万发眼珠一转 装出满脸虔诚的样子 急急擦擦走过去 跪在姑娘身后 一会儿她伪装九桂立法 一弯腰用手按在姑娘脚面上 手指故意捏捏 那姑娘回头瞪了她一眼 赶忙移动膝盖 向前挪了一步 离开了她 崔万发暗暗发笑 悄悄的也跟着向前移动 仍是靠近姑娘身后 姑娘知道她是存心耍流氓 末地站起来 快步跑出庙门 崔万发急匆匆的追出庙外 东张西望寻找 那姑娘已踪影不现了 没有耍成流氓的崔万发 歪戴帽子找路下了山 走着走着 又遇到了那姑娘 雄边还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她紧走而步 赶在他们身后 只听见老太太唠唠叨叨在说话 孩子 你这次来娘娘庙跟前跪乡 希求些什么呀 希求你老人家活二百岁呗 有您在 我活得快活 妈不要活二百岁 活那么大岁数遭罪 妈要求娘娘保佑你能找上个好女婿 夫妻和好 能孝顺我 等我到走不动爬不动的时候 不能把我抛弃 妈 你说些啥呀 姑娘撒娇 您怎么老爱嘀咕我找婆家的事 嫌我在家吃闲饭 孩子 你二十二了 难道还不该着急 你说呢 我不说 也不爱听 这些话传到崔万发耳朵里 她假装无意的样子 追上去 跟她娘俩并排走 满脸笑容的对老太太说 哟 老妈妈 山路不好走 您可多加小心 我看您老人家 红光满面 准是娘娘保佑您的 老妈妈高寿 老太太听着小伙子说话 怪可心的 也就接上了话 说 都六十了 身板还行 走点路不算傻 姑娘从眼角一瞟 认得了这家伙 就是刚才那个流氓 便瞪了她一眼 绷着脸 只顾走路 崔万发一个劲的 给老太太说好听的 老妈妈 您是个好心肠的人 怪不得菩萨保佑您 看您慈眉善目的多幸福呀 看见您 就想起我那苦命的娘 怎么 你娘 是呀 五十多岁就死了 现在我要孝顺她末条件了 我只能三天两头 在我娘坟上烧点纸淀一杯酒 崔万发这荒洒的精彩 看娘的坟在河北 这是吉林 相举千里之遥 怎能做到三天两头为母亲上坟 胡乱吹牛 却又很像 好啊 老太太不禁对崔万发说 这小伙子看来还是个孝子呢 崔万发连忙低下头来 表示谦逊 孝顺人常常在 忘恩负义是祸害 一路交谈 崔万发给老太太留下深刻印象 自此老太太话多起来 无所不谈 崔万发从中摸清了底 原来这老太太兴颂 姑娘是她的小女儿 明仙姐 今年二十二岁 家住江河县新战北 离京斗宫庙不远 还有三十多里路 听到这 崔万发又从中找到了话题 您老人家虽然体壮 毕竟是年高 仙姐妹妹又是文雅姑娘 今晚哪能到家 这样吧 老妈妈 让我来扶着您走 山高路头 安全要紧 遇上险峻难走的地方 我还能背背您 老太太笑着说 那感情好了 今天我遇上好人了 晚上要是赶不到家 山下有处烟麻战商号 叫恒生庆 是俺宋家开的铺子 孩子她书在那当掌柜 咱们晚上在那住一宿 那好 那好 我就送你们到那就是 我也从那走 反正是顺路 仙姐很讨厌这个当面是人 暗地是鬼的伪君子 每逢她说话 她就把脸扭到一边去 不愿理她 但老太太却喜爱这个嘴骗子 问她是干什么的 家里都有什么人等 崔万发装出满脸诚恳的样子说 我是个买卖人 单本钱少 有能耐也施展不开 她叹了口气 接着说 还没有成家 看样子得打一辈子光棍了 哦 老太太同情的又看了她一眼 说 打不了光棍 你相貌英俊 心眼好 打不了光棍 打不了光棍 崔万发听老太太的夸奖话 心里美滋滋的 说 老妈妈 今天我就是为了婚事来求娘娘的 刚才老妈妈好像说 也要求娘娘保佑仙姐妹妹找个好女婿 是啊 我也正为姑娘的婚事发愁呢 我说老妈妈 有句话不知该不该直说 您老年高又见过失眠 看看我崔万发跟仙姐妹妹是不是有缘分 老太太停下脚步 重新把崔万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 笑着说 我看重 长相超重 人和气 能说会道 又是个好心的孝子 莫说的 她招呼仙姐 问 孩子 人家跟我们说话你听见了 仙姐不吱声 老太太追问好几遍 仙姐她头也不回 开口了 这人不行 她缺的 缺什么的 才遇上不久 别瞎说 哼 问她自己吧 哎呀 这缺的二字是从何而起 崔万发庞扶受了莫大的委屈 转回身跟老太太说 老妈妈 您老人家买二两棉花 好好访一访 我催万发乃是河北苍州府城里城外出名的本分人 仙姐妹妹莫不是误会了 嫁给我跟我过日子 保证错不了 我和外人共事 恨不得把心肝肺掏出来 抖落抖落给人家看 从娘胎里出来这么大 从来没有干过缺德事 老太太似乎几经有了先知之名 可不 我看人家不像个没心没肺的 哼 仙姐还是冷冷的 阿呦呦 仙姐妹妹 好妈妈依依 她在妈妈上面 又加上一个好字 菩萨在上 我敢对天蒙使 我要是轻狂无情 让我在山上摔死 河里淹死 坐牢饿死 浑身烂一片片 奇臭难闻 边说边聊起衣服 做出要跪下的样子 老太太拦住 说别 别 在菩萨脚下 别说的血淋淋的 我信你 我信你 老太太 老太太又问仙姐 怎么样 娘做主 就这么定了 仙姐这回停下来 扭过脸正要说话 她妈妈拍着她的肩膀说 好了好了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 找个合适的人不容易 别让妈再操心了 仙姐正要说的话 被老太太给堵捉了 一扭身 咚咚咚咚 又往前走了 崔万发一看 婚事妥了 心中暗喜 月发家尽讨老太太的喜欢 再往前走半里路 是调喜怒无常的大河 汗石断流 烙石淹没农田 冲回房屋 说也巧 天有不测风云 转眼之间乌云滚滚 电闪雷鸣 斗力大的雨点 下个不停 路上行人躲墨出朵 藏墨出藏 都争先恐后 挤在眼前 这条空桥上这时 不知谁大喊一声 快过 山上的洪水下来了 崔万发想 玩水这活散类型 她忙背起老太太 跑在头前抢仙过了桥 回头张望 看仙姐还在桥中尖东到西歪的干着急 挤不过来她 放下老太太跳下水去 朝着仙姐游去 当游到离仙姐 也十余不远时 木板桥虫倒了 她一把抓住仙姐的辫子 用胳膊夹住她的药 很快游上岸 接着又下水就上几名落水大人和小孩 其中被救上来的有一个老太太 一边哭一边说 我姑娘还在水里 她19岁还没有婆家 谁能救上来 就给她做媳妇 崔万发一听 想了想 为了让大家看看自己的本领 她又跳进水中 在水里东扑西牢 有半袋烟工夫 终于把这个姑娘救了上岸 交给呼救的老太大 老太太当即表态 你是我姑娘的救命恩人 她就是你的媳妇了 临走 仙姐妈说 使不得 使不得 万发是我姑爷 她媳妇是俺女儿 救人脱险 建议永未是年轻人的本领 万发再细看看 被救的那个姑娘 挺起胸脯走了 雨停了 仙姐妈领住万发来到了一个热闹的城镇船厂郊区 北大街路东横生烟麻站 这个站有伙计百余人 冬天爬离夏天车 从产烟区 源源不断的运到货站 货站有进贡家品 焦和烟二千余吨 万发不禁脱口而出 如果是大烟 猛的吸上一顿 解解烟影该有多好啊 仙姐听到了瞪她一眼 烟麻站的掌柜经理 帐房先生和一般工人 听说仙姐在庙会上找到一个建议永未做善事的丈夫 都一一出来拜望 老太太把万发介绍给大家说 这是仙姐的女婿 众人孩之以理 万发恭恭敬敬的向大家还礼 这时货站主人吩咐出防备酒饭 招待老太太想 小伙子原本就殷勤可亲 又加上这一场勇敢救人名声饲养 夜长梦多万亿返回 再无处寻找这样的孝子 因此和仙姐书商量 说我家离这远 在咱火站把他们婚事给办了 别人也插不进手 我演了却一桩心事 叔叔很赞成 让丫鬟帮仙姐梳妆打扮 又取出一身新袍让 崔万发唤上 大门挂彩 二门披红 新郎新娘交拜天地 何家入席庆贺 崔万发看婚事如此顺利高兴极了 但尽量显出斯文的样子 一会给娘倒酒 一会又给站在旁边的新娘擦汗 仙姐说 你是什么人你自己知道 我是母命南北 我看可能是一场孽缘 往后 只要你能做人 能把大阴隐戒掉 我不会亏待你 崔万发听了这番话 少不了又读咒发誓 表白一番 第二天上午 老太太让崔万发先走一步 回家做些安排 说下午仙姐就去你家 崔万发这回是稳坐掉鱼台 东方也入了 爵也睡了 目已成舟 不怕鱼儿脱钩 但回到他那四壁空空的茅草小屋一看 心想 一张破桌子 炕上墨席 脸上墨皮呀 只好东在西界 凑合几个钱 买张炕席铺上 最主要的是把大烟枪和烟锯 大烟膏藏好 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按照崔万发留下的地址 到了下午 一辆马车把老太太和仙姐送来了 老太太看看屋子摇摇头 跑腿汗 年轻 不会管家 你看 啥都没有 怎么过 让我赶快回去 取点什么来 仙姐说 雄苦算什么 只要心眼好 矫正不怕血外 老太太匆匆走了 仙姐心安理得的留在这茅草小屋 第二天 男男女女来了一大帮 拉来满满 一辆车 粮食 衣服 日用家具 油盐酱醋茶 应有尽有 玄带来个十五岁的小丫鬟 从此 催万发的穷日子得到了缓解 清云直上 有吃有穿有千花 可是 日有三餐酒 有足够的好日子 更是缺不了喷云土 每日仍是三次开灯抽大烟 并且又堵又嫖 年后 灰金如土的催万发 很快变成了穷光弹 囊内空空 外债累累 怎么办 透 仙姐的银簪子 金耳环 金六子 金镯子 顺手牵羊 偷出去变卖 仙姐发现后 苦口婆心的劝她 不要跟那些狐朋狗友来往 她说 昨夜有一位白发长须的道士 给我托梦 这位道士 为你画一个棺材 你这石却变成了骨架 躺在里面 道士又在棺材头 佩师说 头顶墙 脚登空 面前手铸罩石灯 左手拿着枯丧棒 右手拿着拨弄穷 万贯家产都稀尽 一命名呼归阴城 郎君呀 把大烟戒了 收心过日子吧 崔万发说 水不喝行 饭不吃行 大烟不抽 绝对不行 她越抽越烈 讨账的 要赌资的 要大烟钱的 城火城邦不离门的逼债 这年三十晚上 债主逼得崔万发不能出入茅屋 说 你们别逼了 我破产还债 你们看啥之前拿啥吧 咦 二十号人 拿的拿 抢的抢 屋内屋外一扫耳光 财产没了 两米光了 仙杰也跟着熊的没饭吃了 她拿起纸笔 只身在十字街头扑摊做花卖钱 画天上飞的 山上走的 水里游的 活灵活现 徐徐如生 这天 她的嫖游语文乐颠颠的走进屋来 说 爱 万个 你这样悲伤何时是个头 你总不能抱着今晚要翻吃吧 你胡扯啥呀 刚才我看见扫夫人在十字街头做画呢 人长的美 画的美 这美加一起 谁看谁美 若不看 便成了一辈子毁 灰 灰 灰 老弟 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啊 于文左顾右盼 看屋内屋外 没有外人 说 若是我呀 把它卖给富贵人家 可以值一千两银子 新战街大富豪李东斌 曾见扫夫人的美貌 缠得她垂涎三尺 要我为她说美 上杆子给一千两银子 四十斤大烟膏 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这时屋外有脚步生 崔万发断钉是仙姐回来了 她把心一横 对仙姐说 想要开个铺子 得几百两银子 现在的情况是取借无门呀 你把那小丫头卖了 得些银子做本钱吧 崔万发看着仙姐的脸色 她的眼泪已流下来了 她摇摇头说 一个小毛丫头 能值几个钱 没想到仙姐说 我们夫妻一场 你的事也是我的事 看你着急 我心里难受 我嫁给你 给你增加了累赘 我看 你如果真的要用钱开铺子 不如下狠心把我卖了 总比那小毛丫头值钱吧 崔万发叹口气说 哎 把人逼到这份上 真是无奈 棒打鸳鸯两分离 崔万发心中有了底 第二天 她很早就找宇文商量 找大富豪李东斌 立刻写了契约 身价一千两银子 五天之内 银身两气 哪一方反悔包赔 另一方损失费二百两 事情办得干净利索 崔万发顿时快活起来 回到家里 她立刻变了样 眉皱得紧紧的 对仙姐撒谎说 合伙做买卖的伙计 催我交本钱 我左思右想 只有你昨晚讲的那条活路 可是我舍不得你呀 仙姐说 这是逼出来的 我不怪你 谈妥了吗 崔法说 谈妥了 契约都订好了 她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 仙姐苦笑着说 我嫁给你一晃三年了 一直没回过娘家 如今换主了 得准许我回娘家一趟 送我一趟 同取同返 崔万发结婚后 这是第一次登岳母家的门 一进门 傻眼了 高楼阔阁 富丽堂皇 院内是一大片绿油油草坪 周围是青砖围墙 门前一对汉白鱼石狮子 庸仆婢婢女 来来往往不下百人 她想 糟了 这样的富豪人家 会同意把出嫁的闺女卖出去为人妾 有这样的岳父岳母 还愁没有钱花 她脑袋一转 扯扯仙姐的衣巾又撒起晃来 说 嗯 刚才一路上 我左思右想 舍不得你 咱们昨晚的话 别跟妈妈说了 仙姐用鼻子哼里声 后悔了 不卖我用什么包赔人家的二百两银子 崔万发吃惊的想 这契约 在中间人语文手中 她怎么知道 她低着头 跟仙姐上楼 岳母献了仙姐和崔万发 惊讶的问 怎么了 仙姐悲惨的叫了生妈 忍不住泪流满面 一边哭 一边说 我说她缺德 你还不相信 结婚三年 她就变了 她从怀里掏出 结婚时 娘家陪家的二十根金条 放在桌上 小两口吵架了 妈妈接着又问 妈 这个没良心的 把我卖给新战大富豪李东斌了 他比我大二十二岁 做他的三房小老婆 契约都写了 画了压 中间人是语文 崔万发眼睛直转 还要辨词撒谎 仙姐指着她的鼻子骂道 你是披着人皮的狼 自从我到你家 你才有饱饭吃 这你都忘了 她指着桌子上黄灯灯的金条 说 有这玩意不能盖楼 有这玩意不能开店铺 有这玩意还愁缺食少穿 崔万发坐步稳站不老 有地方也要钻进去 那些丫头仆妇 听仙姐这翻言语 以其为上来 一口口吐她 仙姐让仆人把她轰了出去 她扶着气得发昏的老母家人 一起上了楼 崔万发到家一看 屋内四壁空空 仙姐送来的小丫鬟和家具粮食 油盐已当然无存 只有她结婚前原有的一张炕锡 一个饭桌子和常用的大烟枪 烟灯烟签子 她直挺挺像死人一样躺在炕上 三天后 李东斌手下的人登门入屋 要她包赔银子 吵吵嚷嚷 她前前后后想了又想 这时她抱出一堆柴草 一根火柴点着 当火是凶猛之计 她把自己残存的鸦片高烟巨 一股脑的扔进大火之中 崔万发从此手持一只狗排炉子 到处转油找人 找谁呢 她保密 不告知任何人 这时 她已经沦落成乞丐 严门乞讨 一天 她在新战北门外 远远看到了她要找的人 就是她 引诱她让她卖老婆的宇文 她走进了 掏出炉子 对准她的后胸 啪 啪 啪 连开三枪 宇文身子一斜 倒在地上 崔万发手持杀人凶器 走进官府报案 在大牢里压了不到20天 就死在监狱里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